容易引起口窗嘴破的原因 熬夜 壓力 急躁 個性急躁 有 有啊 你是激動怡目的情緒 許老師的現身說法 請問 吃麻油記憶容易讓你口窗嘴破 吃冰淇淋容易讓你口窗嘴破 冰淇淋喔 什麼口味的啊 一小時熬夜造成嘴巴破 通常你休息幾天它就會改善很多 那我先回去睡一下 今天晚上11點 三三頻道實在有健康 會變成一個幫我拍攝我在表演的 對不起 他在拍你 意思就是他拿V8在拍你 我請他在台下拍我跨年表演整個過程 然後拍到最後呢 我都已經跟漢典主持人 然後還有徐小可 他們都講好了 就到最後我會變成求婚就對了 然後他以為他在幫我拍表演而已 好 那大家都串通好了 他就開始拍 我就先表演 大家很開心 到最後我就說 其實今天我老婆也有跟我來 那他在台下正在幫我拍這個表演 但其實他不知道 其實我早就偷偷的買一個婚姐 我想趁著今天百年的跨年 所有宜蘭鄉親幫我做一個見證 我想跟他求婚 然後漢等一下在旁邊起哄喔 我知道你正在拍 不要停 繼續拍 慢慢的走上台 走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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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找我老婆 在哪邊拍我的同時 他在後台出現 拿著一根香腸 誰找我 然後就走出來 然後我們全部人都傻眼 誰拿機器咧 他沒有拿 全部人都傻眼 他沒有開 他去吃香腸 他去買香腸 你在表演他去吃香腸 他還邊走邊吃的走出來說 誰在找琪琪誰找我 然後我就說 Oh my god 我不是叫你在台下拍 我千頂頂萬頂頂你要拍我嗎 他說沒有啊 宜蘭縣政府的工作人員跟我說 就整個被他搞砸了 可是我還是要完成我接下來的動作 他說 好 那沒關係 你沒有拍那就算了 然後我就跪下來 然後 把我的那個戒指拿出來 我就跟他說 我知道 你已經幫我生完了小孩 然後我一直沒有幫你補這個過程 我想今天趁著百年 然後所有的鄉親的面前 跟你求婚你可以嫁給我嗎 然後他就哭了 那時候他還邊吃香腸 邊吃香腸邊哭 對 堅持的把握他最後一口的美味 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你知道有一點喔 你設想好 他未必按照你的腳本照 而且我一直很期待他 顫抖著拿著相機拍我的畫 我覺得那一定很棒 那一定很棒 尤其在一步一步這樣戴上 對 對 我期待 拍著你在跟他求婚 他一定是很shock 趕快他的手在發抖 漫點把他接過來然後再拍他 對 然後再拍你們兩個 整個這樣拍出來 對結果只剩下香腸跟 跟牙齊 他們說 你認識這個不是有拍那個嗎 VCD嗎 也有這段啊 但是就只有剩下 他拿著香腸走出來 而且他拿香腸走出來 然後你說 相扯我 而且他是笑笑誰找我這樣 你這樣講起來 他是不是能記一輩子 他也可以記一輩子 也對 我覺得這個搞不好 比你當初設想好的還更棒 對 因為他哭慘了 他哭了嘛 而且那比余皓然那個好 對 還沒補嘛 對啊 還沒補 欸 皓然我覺得喔 你能不能想一個在台灣 你要去法國還是有點遠 我覺得這個還是不合實際 15年要做這個動作 還是要特別一點 要特別一點 對 要 要精心設計 其實說實在 黃鐙輝如果你有求婚公司 你們可不可以保證 那時候琪琪是可以不拿香腸 而是拿那個VCD 你們求婚公司可以做這個事吧 對 如果到時他拿的是香腸 應該會扣款喔 對 他們一定會盯到人的啦 你們要怎麼樣安排那個 到那個環節 所以每一個都按照你們的腳本走 其實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預設的 因為什麼 因為他老婆會做什麼事情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的 那我們找你們這種求婚公司 你是能突然叫他不要那麼急著吃香腸嗎 不是 我們能控制的部分是委託者 但是那個對方老婆 他會做什麼 沒辦法控制的 對 那是沒辦法控制的 如果你是 要不然就比較驚喜了對不對 對啊 其實如果他要去買香腸 你們要衝過去 不能買這個香腸 這不新鮮 欸 這可以 這OK 這香腸不新鮮 對 被老闆聽到被打 而且他還要說 你老公不是叫你要拍嗎 為什麼你會知道 就是有人會提醒他 全部人都假的 假的 假的 好 這個婚禮也基本上呢 應該有 藝人的婚禮總是比較特別的 講到結婚了 對啊 婚故 婚故要設計婚禮的內容嗎 因為婚禮怎麼樣也是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設計特別的婚禮沒有 高兵偉 很多啊 很多啊 你講到特別的我聽聽看 除了有照片跟證據之外 這一定要的好不好 再來 特別的婚禮 婚禮看你要怎麼辦都可以 你自己想你的經驗 像我最近 你六年下來也辦過幾百件啊 對不對 對對對 最近比較感人的就是 有那個新娘 45歲的 在嫁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晚婚的 新郎五十幾歲 但是我覺得太棒 新郎五十幾 晚婚之戀 我覺得 說得好 每一個女人都有 都有權利來追求她自己的幸福 OK 每一個人都需要 對 然後還有 也做過 母親是 那母親見動人她在 好感人 當她在面對自己 女兒要嫁人那個刹那 她的表情是這樣 她沒有辦法調整 因為對 他們只要一點點的喜怒哀樂 都會誇張在她自己的臉部上面 所以她是 又高興又難過 OK 對 所以 在這個 好特別 事實上我覺得每一場婚禮都是獨特的 每一場婚禮就像國修老師教我們的 大家來看一場好戲 看你們兩個自己的愛情喜劇 那你跟國倫的會一樣的愛情故事嗎 不一樣 所以婚禮就會不一樣 她是耶路撒冷 我是天氣人 對 就會不一樣 非常美 那個張華 分享一下 你辦過最特別的婚禮 比較特別的婚禮就是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辦這個婚禮 就希望能夠比較特別一點 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呢他們有辦過 我記得我主持過一場婚禮最特別喔 就是她這個新郎呢 她就說她很想要當這個皇帝 結果咧怎麼辦呢 我們在第二次進場的時候 主持人呢 就化身成這個小太監 然後那個皇帝那是新郎嘛 帶她進來下江南選妃 一次呢安排這個四個男扮女裝的妃子啊 就說皇上這是咱們江南的四大金采 哇 這個皇上看到什麼都是男扮女裝 醜得要命說 小禮子啊 要攢了你的頭 沒想到這個時候呢 就說皇上 別息怒 我們還有最後的王牌 門一打開 哇 那個新娘呢 穿上非常漂亮的這個旗袍 這樣現身 促成這段這個美好的姻緣 有個這個反差的效果 反皇上的感覺 還不錯啊 四大金采你就要改個說法 這四大 四大夜才 夜茶 夜茶 好 不錯 我們這邊的藝人婚禮很特別 因為我大概都參加過了對不對 你們呢 夏克力的婚禮很特別 做轎子出來的 是你主持的 我跟乃哥主持的 你跟乃哥 其實我老婆也對 我們做我們國外的 我們有兩個婚禮 一個是這樣的 就這個 就是台灣的 好傳統耶 好可愛喔 台灣我老婆從轎子出來的 然後前面是大餅跟小餅拿那個轎子出來 然後那個舞台上有一個窗 然後我也 有一個窗啦 對 你們還玩那個什麼換衣服嗎 打燈啊 對 演洞房給人家看啊 對 好有趣喔 真人演出非常光碟 還好我有拍照片 或是他不會相信我 我們相信啦 我們相信 這是夏克力 他整個弄得非常的中國 我老婆想要 你們從金門那邊就是啦 對不對 他想要讓我們 我父母有看到一個中國的婚禮 是什麼樣子 那個中國風的那個婚禮 因為他在加拿大有做一個非常地 國外的那個婚禮的感覺 沙克力很帥 哇 你真的好帥 沙克力很帥 你們會強化啦 所以你們有 你們有中西的婚禮都各辦了一次 其實我 那邊已經是 高爾夫球場那邊的 可是之前是在教會 是 一樣的會求婚的那個 教會旁邊的 然後那是夏天的時候 所以我老婆是坐船過來的 對 然後坐船到那個婚禮 在一個島上是吧 對 我們 不是在島上 是在那個 在另外一邊 河邊 湖邊 對 然後我們住的地方是 過去一點點 從我們家 坐船到那個 教會 黃鐙輝的婚禮呢 他很問你特別啦 我其實就走那個 猛假風 黃鐙輝晃點賓客 差點引發咒怒 發生了什麼事 廣告回來告訴你